哈囉哈囉 我是慕妮 好啦 今天是8月30號的版本更新 那這次新增的花盆系統 我們馬上告訴大家喔 首先 你先到了廣場之後 往右邊走 往右邊走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 有個戴墨鏡的人 那你就點他 找他購買花盆 總共有三種 售價都是900元 那買完之後 你就可以回去你的 家裡 去把這些花盆放上去喔 那這些花盆只佔 家具的空間1而已 那一次最多就只能養3個 花盆 好不好 就是你最多種3個花盆 同時 同時種植就是3個 那好友可以幫你減少時間 那基本上這個花呢 就是讓 大家有辦法賺錢啦 例如說你可能 花10塊錢買種植 可能過了3小時之後 他會給你20塊 30塊之類的 基本上這個花盆系統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他就是純粹讓你有辦法賺 新幣或鑽石 因為他有第四種種子 他是有辦法得到新幣的 不 得到鑽石的 好 那基本上花盆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好 那再來就是海外旅行 新地獄 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們海外旅行 有新增新的地方 像木尼現在在的地方就是越南1啊 那你要怎麼去咧 你一下來之後往左邊走 這個 飛行員嘛 乘勿員 好 你就點他 點他之後你按去旅行 這裡就有越南1越南2 美洲 歐洲 亞洲 東亞 那這次新增就是新增越南1跟越南2 那木尼現在已經在越南1了 因為 我有看到資訊是說 飛到越南1呢 會比較順一點 因為他那時候上面有跑馬燈有跑 可是現在沒顯示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再來呢 還有新增什麼東西 新增我們的寵物圖鑑 點開我們的手機 再點開我們的圖鑑 以前大家不是只能看魚圖鑑嗎 來 現在你們看左邊 左邊 下面有一個寵物 點下去 就可以看到你到底敷出什麼寵物了 那你會說他旁邊怎麼那麼多這個問號 這個就是你的 假設我現在要看這個小粉豬右邊的問號問號問號 是你的小粉豬呢 要把他孵化到 升級 就是升到他 在最大的那個體型的時候 這邊圖鑑才會解鎖 因為慕尼都沒有把寵物升到最大 所以旁邊一堆沒解鎖的 那如果這邊有人常常在敷寵物的 旁邊可能圖鑑就會破了很多 好 基本上呢 這就是新增的寵物圖鑑啦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照相機 有做一點小小的改動 那照相機呢 原本只能拍照對不對 現在照相機的下面有攝影 點下去就可以錄影 那在錄影的同時一樣可以做 電話好不好 你可以一樣左右轉左右轉 那除此之外呢 他除了攝影之外 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這邊 照相機的功能我就介紹到這邊 再來呢 天天TV合作夥伴 的影片已經新增囉 你看天天TV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開始看到一些 有上那個 合作夥伴的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木尼了 有看到木尼了 小盒子 拿鐵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看到了 台灣區我們看到三個了 好啦 這樣給過好不好 天天TV這個給過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 商店啦 我們的商店 新增的禮包 這次新增什麼勒 那就是 藤邊禮包 250元 那有五樣是限定的商品 其他都可以在商店買得到 那售價是250 喜歡的話可以再去 斟酌購買 好不好 那就是禮包 其他沒有新增 再來就是風格抽獎 這次新增了一個叫做 巴尼巴尼馬戲團 那機率的話點左下角一樣 最低的是1.5% 好不好 再來呢 他的一次抽一次 就是30元 30鑽石 那有喜歡突突系列的 可以去抽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這個 腳踏車好像是 一句吧 可以載一個人 就是有點像車子的概念 但他只能載一個 速度我不確定是多快 那他中獎機率只有1.5% 那也幸運而可能就可以抽到 好 那這邊慕尼 就沒有再抽給大家看啊 雖然我身上有這套 但我覺得我應該是抽不到那個 單輪車啦 再來呢 商店看完了 再來就是我們 最常出現的 VVIP PES 通行證 傳說的勇士 那這個第一個傳說之劍吊桿 他是吊桿喔 但 因為慕尼看不到數值 那如果有人有買這個通行證的話 歡迎你在 影片底下留言告訴大家 這隻吊桿 他的數值是什麼 好吧 就是他的效果是什麼 歡迎你再分享給大家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個 勇士的 鎧甲那種裝備啦 還蠻酷的 就很像 劍士那種感覺 那售價一樣是190元 是一個 VVIP PES 那有喜歡的人 一樣可以再去做購買喔 那基本上通行證看完了 商店看完了 再來呢 我們要看我們的家具店 我們的家具店 我點一下 點這個 手機再點家具店 這次新增 有新增一些家具啦 那大家這邊可以再去 細看好不好 有些花盆啊 然後椅子啊 藤蔓 藤邊系 藤邊系列的 好不好 藤邊桌啊之類的 還有這個什麼 天篷床 那還有新增一些方塊啊 那比較復古一點 我覺得 那喜歡的人 一樣可以 去佈置你的派對 佈置你的家 那除此之外 沒有新增太多的家具 那服裝商店呢 也沒有新增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帶大家看 我們回到廣場 好回到廣場之後呢 我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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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後方走 到廣場之後 往右後方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有沒有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各位 OBBY RACE 這個呢 就是接下來要開放的 障礙物啊 障礙物比賽啊 障礙物競賽啊 這個東西 木妮很期待啊 因為小遊戲 派對 派對遊戲 那些大家都 有點玩膩了 那這次出了這個 新的這個 OBBY RACE 好不好 他的全名應該是 障礙物 等一下 我人怎麼在這 叫做 障礙物奔跑 障礙物奔跑 那應該算是那種 跑酷 更 更精實一點的跑酷啦 就是比較專 專 專門在玩跑酷的 因為你 小遊戲可能還要炸了那些的 那如果你只喜歡玩跑酷的話 這個之後應該是 還蠻好玩的 但因為現在沒有開放 所以 跟大家介紹 這個地方之後會開放好不好 OBBY 障礙物奔跑 那 大家還可以再多多期待喔 那 以上呢 基本上 已經把這次更新 大多數的已經說完了 好不好 大多數的已經說完了 咳 咳 那接下來比較 特別的地方 已經 沒有了 所以 假設你喜歡 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幫我 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喔 記得留言 好不好 那我知道說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那 我是 慕妮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個